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在节目一开始 要向我们的新老观众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个感谢分两个层次 第一就是多年来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 尤其是那些每期节目都要点赞的朋友 我要给您回一个大大的点赞 这期节目同样欢迎您点赞 除了这个通常意义上的向观众表达感谢之外 还因为最近尤其是上一期节目 因为一个韭菜盒子引发的悲剧 我来向老河汇报工作 出去吃午饭韭菜盒子6块5美金一个 引起了我极大的愤怒 也引起了我对哲学政治文化劳资关系的一系列思考 思考之后信口胡周周了一期节目 没想到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的响应 看来对老河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对我和老河之间复杂尖锐的劳资矛盾 也产生了一个促进作用 节目播出以后 老河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说回欧洲之前一定要吃个饭 他说跟我要吃个饭 已经是N年之前的事情了 好像比中纪委打虎的频率还要低 看起来观众朋友的关注 私下的给他的留言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欢迎朋友们继续施加这种压力 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能长治久安 我才能经常跟你见面 闲话少叙讲讲今天的内容 中纪委网站昨晚通报 中共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通报没有提及具体的案情 因为啥把它给弄起来了 但是孙志刚这个名字 他背后的老板的名字 以及他落马的时间都颇让人寻味 为啥这么说 他是中共二十大之后首位落马的省委书记 是第二位正部级的高官 第一位是谁 前不久吗 六月份吗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云虎落马 孙志刚排名第二正部级 但是省委书记里面 他可是二十大之后的第一位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简单的一个履历 今年孙志刚不容易 69岁了落马 69岁现象 说的就是孙志刚这些人 河南人 经济学博士 早年在湖北工作 曾经先后担任武汉的副市长 尼昌市委书记 湖北省委秘书长 06年的时候 进入了安徽的省长 省委书记领导这个系列 担任常务副市长 10年成了中央领导了 10到13年 他开始掌握了实权 在国家发改委任副主任 国家发改委是干啥的 国家发改委就是原来的国家纪委 那号称小国务院 可以当国务院 50%以上的家 所以这个地方就开始位高权重 更重要的是 他还担任了国务院 一改办的主任 那13到15年 他开始调任 国家位纪委的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 国务院一改办 同时担任主任 这个时候 他就已经是正部级了 在北京 他待到了15年 15年10月 他调任了贵州省长 再然后就接任了陈敏尔 担任了贵州省委书记 2020年退休的 转任全国人大财经委 副主任委员 你看 所以他的主要履历 大家记准两个关键字 第一是湖北 第二是医药 之所以说湖北 那就是因为 他是余政生的大管家 余政生在湖北 是一个劲儿的提拔他 没有余政生 就没有今天的前 省委书记孙志刚 所以查他 对余政生这个派系的一些官员 清晨的压力不小 另外一个关键词 就是医药 为什么因为最近中央搞的 这个廉政风暴 重点开始搞医药领域 7月底开始的 国家卫健委联合谁啊 公安部 省技署 药监局等10个部门 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 医药行业腐败问题的 全领域 全链条 全覆盖的集中整治 为期一年 大家看没 7月底为期一年 才刚两个月过去 抓了多少人 大家知道吗 不到两个月呢 几乎每天都有医院领导被抓 至少是医院的院长 或者是主管副院长这个级别的 抓人太多了 就我的朋友里面 电话里面 医院院长医药界的 现在都不敢接电话 我看要么就是抓起来了 要么就是 莫名其妙的天不想聊了 特别紧张 不知道哪天啊 就会进去 目前以来 至少有180名医院的院长 党委书记被查 比去年 2022年 全年的88人翻了一倍 另外 多家医药企业的董事长 也已经被带走 所以这次医药领域的反腐 那反的真的是 叫天昏地暗 那2023年 今年现在是8月份 我给大家讲这个背景 说他是20大之后 这个 第二名正部级 第一位社会书记 为了把这个背景 交代的更清楚 我给大家再回顾一下2022年 2022年 共有4名正部级的老虎落马 分别是谁呢 全国政协原常委 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勇 还有前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 总经理盛光祖 还有工业和信息吧 画部原部长肖亚庆 还有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 主席李嘉 这四位是2022年落马的 这个 省部级的高官 那中央现在反腐反到这个程度 反到这样一个局面 真的是令人十分的感慨 大家记得吗 上一次说反腐 中央3053 甚至有些奉劝 有些干部 你别再作了 作得太狠了 让我不得不抓你 上次耳术能详的词是 18大以后还不收手的 中央就下重手了 你看18大19大20大 都十年过去了 还有人不收手 而且抓的个头还挺大 正部级原省委书记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啊 习主席 党中央 对抓贪腐这个事情 那真的可以说 一句古诗叫 不幸东风换不回 我就是要 穷根问底 就是要摆折不挠 把这帮贪官物理 给抓个够 抓个劲 从这个角度讲 仍然和我最近三四期的节目 这个主轴有关 就是习主席 现在的党中央 最核心的领导集体里面 他对整个社会发展 对经济运行 对党员干部 整个体制 他跟以前的想法不一样了 你也可以说 他怎么变得这么轴 你也可以说 他变得这么坚定 叫素本清源 不忘初心 为什么这么说 对社会经济 这个发展的模式来讲 习主席他们 就不信西方这套 无限制的 鼓动人的消费欲望 无限制的 用借贷的方式 来进行消费 进行经济的刺激 高负债的模式 这一代领导集体不认了 如果不认 那以下的一个结果就是 你还按照原来的路子走 对不起 出了事我不救 这是为什么 什么广州恒大 什么碧桂园 垮了就垮了 你问题再大 我也不救你 为啥 我早就告诉你了 不要搞这一套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你们还一个劲的炒 一个劲的弄 让老百姓绝大部分收入 70%都砸到了房地产里头 中国家庭的主要财富 是在房子上 结构集齐单一 另外 财政的收入也集齐的单一 那就是卖地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 那这种情况下 中央已经三零五身 要摆脱 地方上过度依赖房地产卖地的经济模式 结果好吗 也许是因为路径的依赖 也许是因为中共的领导集体 特别是各级干部里面 他的脑子 他的智力 他不足以支撑 管理比较复杂 分工特别细致的 现代经济 他就会用比较简单的来钱快的 他好操控的方法来挣钱 啥那就是卖地吗 这圈块地 标价 出高价者得 卖走 就接着跟开发商收钱 在除了收卖地的钱 还收税钱 是吧 这来钱多快 你说管理什么数字经济 搞什么智能制造 在潜着呢 人家当然是怎么来钱快 怎么弄 所以他就越来越依赖 这是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讲 然后中共的干部管理体制 到底是要培养什么样的干部 因为这决定了中央到地方 经济的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司机到底是谁 当然从哲学的角度讲 用洪用砖的人 到现在还没有出生过 一个人如果红了 整天想着怎么八级领导 怎么想 脑子里想着意识形态那点事 他的个人能力就不可能太强 个人能力强的这些人 都是有独立的思考习惯 有自己的信息来源 有自己的阅读渠道 这些人往往又不容易 上面说啥是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难 在胡温时代 在中国经济蓬勃向上的时候 江曾时代 包括为能力论似乎占据了上风 地方都也招商引资为荣 以GDP为荣 然后领导干部有时候调也变了 原来提倡交易录这种模式的 现在是啥 干部也整天打高尔夫 整天进入会所 搞什么茅台会 习主席一针见血的指出 江湖时代的干部 你们不是在床上泪死 就是在饭桌上喝死 你看两个死 习主席看得特别清楚 其实这帮干部到了今天 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了 所以现在对党中央的忠诚度 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深刻认识 和不知不扣的执行 政治挂帅 忠诚度第一 四四二 四个意识 什么什么什么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这都是必须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人贪腐 还有人不老实 那这个时候抓的就可以说 有点风声鹤唳 有点无所不用其极 那个感觉了 所以你看 这个孙志刚 就是在中央大背景 和中国社会的小背景 双重作用下 他就落马了 当然海内外的媒体 尤其是香港媒体 现在谁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为啥被抓 所以大家就在标题上下功夫 怎么下功夫呢 孙志刚是谁 把他两个这个title 把他两个曾经的官职 给他放上 说贵州原省委书记 孙志刚被查 承认国务院一改办主任 那意味着好像和贵州有事 和国务院一改办案有事 那很显然 大家知道吗 每当中国一个社会 风潮来的时候 尤其是这种 幅度极大 力度极大 影响范围极广的 这种大的运动 比如说打医疗领域的反腐 那都意味着这个事情 是从上到下 它是个链条式的 它是一个全景式的腐败 像这种事情 抓出一个省委书记来 不奇怪 更关键的是要抓什么 是要抓给政策的那批人 那可以这么说 就中国的医疗产业来讲 要说出问题 我们简单来说 可以有三个层次 第一就是老百姓最容易理解的 也是社会矛盾最尖锐的 整天上媒体头条的 就是医患矛盾 患者又闹事了 医生又收红包了 查来查去 弄来弄去 好像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 医生才能收几个钱 动手术的 是啊 得送不少钱 但仍然是小钱 医院里头赚的最大的 是主管医疗采购的 进设备的 进药的 主管的副院长 然后是院长 所以是这两个层次里面 在医院小环境里面 那也是医生 是小屋见大屋 院长挣得多 所以这次抓了这么多院长 再往上 就是管医疗政策的 各地卫生局的领导 再往上 就是中央 这个一改办的领导 那肯定 在从中出了不少主意 或者支了不少招 甚至是 可以说是叫什么 内外勾结 失位素餐 吃里扒外 胳膊肚子往外拐 最能 给某个行业 某些企业带来巨大利益的 是给他出政策 是给他出政策 所以这一次你看 搞到了原国务院 一改办主任头上 这就证明 中央认为从上到下 当初这个政策就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有问题 有没有人中保私囊 有没有人用国家改革政策的名义 和某些要起某些行业勾结 目前这种可能性看来是极大的 上一次这样的案例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领域吗 我告诉大家 是金融领域 是金融领域 那么 有段时间 你看这个马云马老师说话极狂 你看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 他正在放眼 说中国的金融系统没有系统性的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金融就没有系统 你看他还玩起哲学来了 因为没有系统 所以没有系统性风险吗 结果大家都知道结局 他讲话的当晚系统就来找了他 支付宝蚂蚁金服上市 人历史上最大的IPO给叫停了 那是党中央习主席亲自下的命令 因为他实在是觉得小马让他忍无可忍了 我跟你脸你不要是吧 我这二十大刚开完连任是吧 我跟川普还没打招呼呢 你这边倒好 赶紧跑到这个 不是二十大了之前 习主席还没出面跟川普会面呢 他颠不颠的自己跑到川普大厦 跟川普握手 川普陪着他走出来接受记者采访 说Jack Ma说了 给我创造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这都是大忌 犯了大忌 就这个我还没收拾你呢 你拿我的忍让当软弱是吧 你拿我的宽容当冤大头是吧 那我给你看看 我就手把手教你一下 刚晚就把蚂蚁金服给叫停了 也把他后面这些金主 我什么软银 这帮家这帮孙子给吓了个屁股尿流 那说停就停 到现在这个后遗证还没过去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就是因为随后中央就开始查 金融领域的反腐和腐败 为什么查 就是要查一查 是谁批准了蚂蚁金服去上市的 因为他走完了程序是吧 只是最后一刻都要明天就上市了 被西路西给叫停了 那就要查一查 你们为什么给这样的企业许可证 谁审查的 专业标准是什么 委员会 审查的委员会的专业人员名单是啥 有没有中保私囊 后来证明 有 金融领域查了很多人 这些人就是刻意给蚂蚁金服政策的 但更不用说后来的滴滴出行什么的上市 国内也已经完成了整个的审批程序 他上的是 习主席又急了 谁审批的滴滴出行上市 一查一个准他百分百会有问题 所以你看打这个领域的时候 都是要打他背后的保护伞 打他背后的老上级老领导 现在孙志刚 目前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医疗反腐反出来的 背后大老板之一 当然他是不是最大的最黑的 咱不知道 咱不知道 看看后面这个情况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 还是干部管理体制 习主席貌似都下了这个决心了 那就是真是叫不信东风换不回 再狠一点 我宁愿不要经济发展 我也不要重污染的 我也不要高负债的 我也不要官员和企业相互勾结 然后坑国家害人民的 这个模式我不要 很简单三个字两个字不要 不信的话 你就看看金融领域 你就看看医疗领域 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变化 如果有这种情况怎么办 就抓 义无反顾的去抓 抓了一个又一个 砸垮一个又一个的领域 都是根据 这样一个指导方针来的 从这个角度讲 还真的不能用一石一地 一个企业一个行业 某一年GDP的高低来衡量 这一届领导班子 他到底想咋办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对吧 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那不是一句空话 现在看来 未来一段时间 哪些领域最纠察 那就是和能源沾边的 和新能源 轻污染 甚至无污染 这是为什么中国已经成为了 电动汽车的出口大国 很厉害 还有电池 这都是老大最喜欢的 还有什么 还有硬科技领域 大家听明白了 好像叫硬科技 什么叫硬科技 不是送外卖 硬科技是指芯片 这种核心的 这种能够突破欧美 对我们的卡脖子的 这个领域的 这些标新科技 老大就喜欢这一套 还有什么 物联网也挺牛叉的 大家注意 物联网也会有 比较大的发展 最近我跟很多人见面 大家都在这方面 投大钱 投大钱 那医疗领域和金融领域 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的专业程度 相对比较高 你比如说搞金融的 你说实话 注册会计师 就不用说了 你更高一点的 还要考个什么 素质金融分析师 CFA是吧 不容易 所以这就导致了 对这个领域的监管 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准 难度相当大 这是为什么金融领域不好查 医药领域也存在这个问题 它有一定的专业性 你说医生 中纪委来了 或者是审计局来了 说你为啥进这个社会 不进那个社会 他说1235 你还很难再拿个1235 来反驳它 因为它有一定的专业背景 所以就是这样 反而让专业背景 成为了反腐的一个障碍 就是很难搞 但是再难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这就是习主席的风范 现在不也一样搞吗 这不就把你们背后的老大哥 背后的保护伞 孙志刚 给揪出来了吗 这两个领域 除了专业要求高以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历史造成的 它可以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但医疗领域是黑乌鸦里面最黑的那一只 它盘根错节太复杂 历史问题太严重 简直就是黑幕里面的黑幕 我跟医疗领域打交都不多 但也有 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听一听 第一就是我在东北某个城市 做过一段时间 移动互联网创业 拿了不少钱搞创业企业 我也想进医疗领域 但是到了当地咱得拜码头 咱得看看人家各位老大是咋干的 我就拎着茅台 是吧 见几位外地别的外省企业 进东北的老大 比如说我就约了 阿里的支付宝的 约了恒大的 你看正好是这两家企业 恒大相对好办 当时恒大在卖它的矿泉水 所以那个东西吧 没什么高科技 就是营销的这个套路 你搞进去就行了 但是我跟支付宝的人聊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在很多领域 比如说支付宝这个支付 都早就进去了 就是这个医疗啊 太难办 此刻也刻不进去 为啥 他们自成体系 黑箱操作 利益关系复杂 而又巨大 所以就是在收费这个环节 虽然从技术上 微信支付也好 支付宝也好 早就解决了 但是很多医院 就是抵制着 不让支付宝 微信支付 自动支付这一套 进医院 其实你进了以后 你的账单明目 不就清楚了吗 你再想内外两部账 或者说上头欺骗国家 批券水务局 底下骗那些消费者 不就难了吗 所以 当时支付宝跟我说 你要想进这个行业 我劝你 医疗先放一放 因为他太难啃了 我们这边都蹲了三年了 也没进几家医院 你就缓缓 做点别的行业 所以我就没有做医疗 因为太难了 代价也特别高 所以就没有做 当时支付宝 恒大这些公司 给我的印象就是 哎呦 哪医疗领域太黑 你动不了 动不了 所以就上了 知识医疗领域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 是很巧 我当时在中国 在东南亚的合作伙伴里头 原来有做医疗的 原来有做医疗的 还正好是湖北医昌 这边起家的 当然他顺着刚没关系 因为顺着刚到后来 他都已经去了 去贵州了 但是他在湖北期间 是不是他打下的底子 我就不知道了 你看这个湖北的医药产业 也是极其发达的 五大支柱产业 医药是其中一类 而且湖北号称 要把医药搞成 万亿级的产业链条 就湖北医昌 底下的一个小工业园 里头就有医药产业的 创业企业得到扶持的 有150多家 这个特别离谱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为啥医昌 你们搞成这个德行 湖北很厉害 当然还有山东 山东搞的 当年三株药业什么的 都是和湖北一个套路 什么红桃K 都是湖北的 他们在医药产业方面 特别猛 再然后我就知道 他们玩这个套路很狠 这里面的利润巨大 尤其是中程药 大家知道吗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 医保体系里面 中药是不准报销的 好像只有中国型 海外只有新加坡 是可以报销的 而且是在哪个范围报销呢 就是拍电视的 影视剧 那些武打票 演员摸爬滚打 走南闯北 上窗下跳 扭着脚了 挨着脚脖子了 得用点中医 中药 可能新加坡允许 他们报销 但是 其余所有国家都不报 因为啥黑马 啥有用没用的 到后来 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叫什么 中西结合的一些做法 纯粹就是吸医起作用 中医是搭了个便车 还有后来所谓的中程药 那些药片里面有效的成分 它就是吸药 你比如说 银效解毒丸什么东西 你吃下去你感冒好了 是吧 那里边加的是普洋系统 那是吸药 这个东西我就不说了 总而言之 我的感觉是特别的黑 他们当时 湖北来的河河河伴 还给我讲了个故事 讲什么呢 说当年他们 在湖北研发了一个 洗脚的药盆 洗脚的洗脚盆 太挣钱了 还进医保能报销 全无各地的老头 太太用的特别高兴 因为洗脚盆是什么原理呢 你把脚放进去加热 水热了 觉得很舒服 然后洗个15分钟以后 那个水就变黑了 你知道为什么变黑了吗 排毒 你体内的毒 通过它的吸脚盆排出来了 清水都变成黑的了 你看眼见为食 老头老太太看着特别高兴 心情特爽 原来失眠十几年了 睡不着 今天一看毒排出来了 晚上睡的特香 一片安眠药都不用吃 你看有没有效果 所以它卖的特别好 在央视也打广告 那一个成本大概可能是 二三十块钱 一个洗脚盆 卖多少 卖八千多 卖八千多 后来都是哥们了 是吧 我就跟他们聊 你们这个啥原理 这个洗脚盆排毒排得这么快 清水都变成黑的了 他说没有 就是在电动开关那个地儿 再加一个开关 里头你只要开启了 里头有墨水 有袋子里头装的墨水 同时排出来 那墨水排出来 不就是这个 不就是等于水就变黑了吗 但是你看 你看 人家挣钱 挣的快不快 这里面 他就利润是巨大的 你当然 你得打通各地的领导 医院 药店 你都得打通这些环节 卖的特别好 再到后来 医疗领域 一这这的反腐 尤其是央视的315 给我哥们给打着了 把洗脚盆给打进去了 打进去以后当天就卖不了了 大家知道卖不了以后 最着急 最上火 最不能接受 拉帮结伙抗议的是哪些人 拉帮结伙抗议的是现有用户 那些老头老太太 他们抗议可不是为了返款 是想接着买 因为效果太好了 想给街坊邻居 想给自己的亲戚朋友 多买几个洗脚盆 突然买不着了 那老头老太太痛骂 央视315 这么好的产品 别的你们不许搞 搞这么好的产品 搞成这样 然后有人跟他们讲 像我这种知识分子 还跟他们讲 那是假的 里头有墨水 你舒服 就是心理作用而已 没有治病 老头老太太特别哲学 讲的特别有道理 啥叫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 也是作用 我原来失眠多年 我担心生病 我洗脚洗好了 你再给我 我要再生病了 你能给我治好吗 你看这种问题 我们就回答不了了 所以我给医疗领域 就是两个交集 一个是在东北做项目 通过人家支付宝的口 知道医疗领域 不能轻易碰太黑 然后这里面的中医药 差价巨大 基本上就是等于 往里直接捞银子 成本几乎没有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知道 反腐 尤其是医疗领域的反腐 我们要举双手支持 当然也许有人说 有些知识分子反正是总是挑毛病 说你看 这因为国家缺钱了 所以搞医疗 你甭管国家缺不缺钱 你们这个领域有没有问题 有 有就得整 而且整出来有谁冤吗 没有人冤 这不就得了吗 老百姓看着也很高兴 是吧 党和国家也搞到了些钱 这个领域 整个的秩序 得到了重新的调整 从这个角度讲 还是搞了 我并不比不搞要好 这一点大家认识清楚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利用这个孙志刚被抓 我们聊聊医疗领域的这点事 我诚挚的欢迎您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我这期节目 谈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中国政坛这几天的反腐 可以说是规模空前连创记录 不由的让人们浮想连篇 会不会有之前的 甚至是眼下的副国级的官员 正国级的官员被牵连 甚至是落马 在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 中纪委书记李希的一番最新的讲话 被披露了出来 谈的应该就是眼下反腐的思路 与此同时 另外一位常委王沪宁 多年前一篇文章 呼吁反腐要科学 要吸收借鉴西方的经验 相关的文字 在中国大陆的社交群组里流传 显然眼下中国的普罗大众 对于中共这样的反腐的态势 究竟何去何从 究竟能够最后实现怎么样的效果 是持怀疑的态度 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反腐疲劳感 首先来看中共反腐最近几天是连创的记录 最新的记录 8月30日 根据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公布的消息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 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崔茂虎被双开 他是在五个月之前被查的 而且官方已经宣布了处理的结果之一 就是要终止他的中共二十大代表资格 崔茂虎就此创了一个尴尬的记录 就是在接近2300名中共二十大的党代表之中 他成为了第一名被剥夺被终止代表资格的人 当然不完全统计下来 至少还有另外的四位中共二十大党代表被查 相信他们被剥夺 这个资格也是迟早的事情 事实上中共官方在2022年10月份二十大之前 对党代表的资格进行了长时间的多轮次的审查 但是从10月份到现在的8月底 一年其实还不到 已经有不少落马的代表了 可以看到真的是防不胜防 凸显的就是中共的官员的腐败 就像舆论场上一般的议论所说的 具有普遍性 明镜追击在中二十大之前 其实是联系采访到了中国东北三省 一个省份的落选的党代表 他已经进入了那个省初选的党代表名单 但最后一个环节还是无缘其中 原因他也搞不明确 官方告诉他呢政治不过关 政治上还不够过硬 不知道这一位落选的女代表 她是一位企业家 看到崔茂虎所创造的这个尴尬的记录 会做何感想 另外一位创了记录的就是稍早之前的这一位了 孙志刚 在卸任贵州省委书记 近三年之后 其实他已经69岁了 曾经还是19届中共中央委员 最后没有平安落地 含疑弄孙也已经不可能了 孙志刚创了什么记录呢 那就是中国二十大之后 他是由官方公布出来的 被查的首名卸任省一级的党委书记 而且也是继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董云虎之后 第二名被查的正省部级官员 中国大陆媒体的不完全统计 从中共十八大以来 换言之 从习近平担任中共的一把手以来 这么多被查的高阶官员中 曾经担任过省一级党委书记的官员 落马者 已经是增加到了11个人 包括孙志刚在内 大大小小的记录还有不少 这么些记录 它导致的结果 提效皆非的一个结果之一 就是长时间引申 包括缺席了部长宪法宣誓仪式的马小伟 中国卫健委主任 正部级的官员 也是火急火燎的现身了 其实稍早之前 上一周的时候 他有文字稿件提到 马小伟已经出来了 参加了相关的会议 但是到了8月29日下午 有马小伟图片 现场图片的消息 由卫健委官网公布出来了 就是马小伟作为卫健委当做书记 主任是主持了 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可以看到 目前中国反腐的态势 对官员是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伴随着这一波反腐的推进 会不会有副国级甚至是正国级的前任和当下的官员 被拔出萝卜带出泥呢 在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 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是发布了 李希中纪委书记的最新的一个讲话 8月28日 第二十届中纪委常委会是举行了第六次所谓的集体学习 中纪委国家监委官方网站 拟定的标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保障 给到了两个方面的细节思路 第一点就是要聚焦严惩腐败问题 坚决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 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 推动简决经济社会问题背后潜藏的 为政不情 为政不公 为政不连等现象 第二个思路要聚焦 纠置不正之风 严肃查处搞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 数据造假 加重基层负担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现在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分析还是倾向于认为 根据李希的表态来看 这一波的反腐的要点还是抓经济问题 要贪腐的官员把钱吐出来 会不会抓副国籍甚至是正国籍呢 这是涉及到了政治问题 忠诚问题 战队问题 当然就中国的这个权力架构来看 中纪委他也管不了或者说决定不了去审查 副国籍和正国籍的官员 根据中纪委举报的官方网站 举报官员是实行比较严格的属地制 哪里有贪腐 那么举报人是就地举报 如果要向中纪委举报 他顶格的官员是省不及 围绕着这一波的中国的反腐的声势 在民间层面可以看到 那当然有较好的声音 不少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 也有声音在质疑中共这样的反腐呈现的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腐败的蔓延 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 是分享了王沪宁有三朝国师的 目前担任着中国的政协主席 多年前 王沪宁还在上海的复旦大学 担任教授时候所写的一篇文章 是谈反腐的 不少网友是在传 在那篇文章中 王沪宁就强调 有一点我们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即清除腐败现象是一门科学 要应付一种现象 首先应当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它 要更好地进行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 需要对中国条件下腐败现象的成因 发展和形式做全面的研究 同时王沪宁也还是特别强调 在这个过程之中 反腐的过程之中 研究的过程之中 借鉴和了解国外对腐败和廉政问题的理论 研究和实际措施是有意义的 当然了 他说不能够简单套用 那么有哪一些办法 哪一些对策能够加强反腐呢 哪一些方面又可以向西方来学习呢 根据王沪宁这篇老文章的说法呀 就是提高透明度 是通常普遍接受的一项有效措施 政府或权威部门的运作过程的透明度高 人们就可以有效的监督公共权力的运作过程 当然这个只是他提到的对策之一 还有一条也可以特别拎出来念一念 就是他说 从社会监督的层面讲 舆论监督也构成反腐败的锐利武器 不少重大的腐败案件 均是由新闻界首先将之曝光的 如水门事件等等 有些网友甚至开玩笑说 王沪宁恐怕应该坐在礼稀的位置之上 是非常合适的 有利于中国的反腐 当然这个显然也是玩笑 玩笑背后的意思 那就是说 中国确实有不少民间的人士 已经对中共这种持续的反腐啊 有疲劳感 不认为这种态势能够根除中共的内部的腐败 包括在昨天稍早一期的节目之中 中国大陆的一个毛派组织的联络人 也告诉民进追击 作为毛派毛左毛粉等等 他们不在乎怎么称呼他 对腐败是深无痛绝的 但是他们也不认为习近平的反腐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们认为习时代的反腐 其实呢是选择性的反腐 最后起关键作用的 不是说你拿了多少钱走 而是说你站在了谁的队列那一边 来看看中国军队的最新动态 刚刚是召开了一次会议 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装备质量工作会议 在习时代所谓的习时代 这样的会议是首次出现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之中 似乎也是在印证中国军队贪腐乘风 军事装备在质量上是有很大的问题 另外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的女儿 在社交平台上有了公开的活动 写出了文章 同时强调永远不忘初心 首先就快速的介绍这一次中国军方有一些神秘的会议 根据中国央媒披露的消息 亲习近平主席批准全军装备质量工作会议 星期一8月28日至星期二8月29日在北京召开 张又霞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会议上就强调要坚持实战标准问题导向 推进装备质量工作创新发展 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提供硬实托底的关键物质支撑 张又霞下面的这一番表态 其实是引来了媒体的普遍的关注 他提起要把握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 加速演进的战争形态 务期必成的建设任务 以对打赢负责 对战斗力负责 对官兵生命负责的态度 把装备质量搞上去 在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信息之中 是没有出现贪腐两个字 不过可以看到张又霞是强调了 要充分调动军地各级主动性创造性 把质量责任压紧实 把质量文化培育好 把行业风气搞纯正 凝聚大抓装备质量的强大合力 那涉及到了行业风气 要纯正 最后呢就是哪些人参加了会议 包括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 战区军种兵种和武警部队分管领导 加上相关部队装备工作负责人等等 总的来说呢 只有文字的表述 没有图片和视频的消息出来 目前截至8月30还没有视频的消息 所以看不到 比如说缺席了7月31日星期一 中共建军96周年招待会的战略支援部队司令 拒前升上将 以及在华北和东北水灾灾情很严重的时候 没有向中部战区和北部战区的主观 走上抗洪一线的武警部队司令员 王春宁上将以及政治委员张鸿兵上将 这些军兵种加上武警部队的主观 哪一些人是到了会议的现场 哪一些人又缺席了 目前就不得而知 第二点 之所以说8月28日29日举行了这一次中国军方的会议 看上去是显得有一些神秘 主要的原因在中国大陆的公开报道之中 叫做全军装备质量工作会议这样的主题啊 名字是首次出现 此前是有中国全军装备工作会议召开过 比如说2014年的12月3日至4日 习近平还是出席了会议并做了讲话 2021年10月25日至26日 又一次全军装备工作会议召开 习近平是做了所谓的指示 这一次突然建筑媒体的所谓装备质量工作会议 很自然的就让人们联想到 一个多月之前 中国军方的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 中国军委装备发展部是发布了一则公告 标题 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 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 其中就特别提到 为营造装备采购招标评审良好生态 军委装备发展部是决定开展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 违规违纪清查整肃治理活动 而且它有一个追溯期 是从2017年10月份以来 都列入到这一次的线索征集范围之内 而稍晚一点的火箭军的人事调整外界也普遍认为是非常的突兀 就是在7月31日 新任火箭军司令员王后冰 政委徐锡胜是晋升火箭军的上将军衔 就取代了此前的60岁的李玉超上将 以及62岁的徐中波上将 而李玉超是在2022年1月份才晋升火箭军上将军衔的 徐中波是在2020年7月份晋升火箭军上将军衔的 这两个人啊 尤其是李玉超作为主官 作为司令员 时间之短是创了记录的 香港媒体稍早之前特别提及 包括李玉超在内的火箭军的三位高层 已经在今年3月份 2023年的3月份 涉及到贪腐被带走调查了 所以把这条时间线梳理下来 再回到8月28日29日 由张又霞所主持召开 同时又做了所谓强调发言的 全军装备质量工作会议 是不是意味着高潮迭起的这一波的军队的反腐 围绕着火箭军 围绕着战略支援部队 围绕着涉及到装备的采购等等啊 是不是说这一波的反腐的行动 已经到了一个话句点的时候 有这个可能性 当然中共的反腐 中国军队内部的反腐 现在俨然已经打成了持久战 因为眼下的这种格局 这种态势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 产出腐败 所以反腐也是持续进行 用中国官方的语言来说 就是反腐一直在路上 研究中国军队内部反腐的 中国大陆的学者啊 就曾经特别指出 较地方上的反腐相比 中国军队反腐 他有个比较突出的难点就是 党委成员对主官进行监督挑战 似乎更大 因为在军队内部是有服从是军人的天职 这样的文化在里面的 那么比如说火箭军 之前啊 李玉超他作为司令员 他是党委副书记 火箭军党委副书记 徐中波作为火箭军的政治委员 是火箭军党委的书记 从结果导向来看 火箭军的党委 还有一众的委员 包括常务委员 但是最后也没有办法对两位主官 形成非常有利的监督作用 专家同时也指出 在2000年以来 当然这个时间段比较的早 是在习近平执政之前 那么中国军队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之中 97%都是发生在领导 所谓的领导官员和机关权力运行的 各个环节之中 发生在经费划拨使用管理等环节的 占41.7% 发生在物资采购调配使用 这些环节的占26.1% 发生在重大事项决策执行审批 等环节的占12.1% 发生在社军的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施工结算等环节的占9.4% 发生在干部提升调学 事关环节等环节的占6.8% 其他的一些就是占4.1% 像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占了大头的 就是涉及到经费的划拨 涉及到物资采购 这个方面发生的一些案件 贪腐的情况 是占到了接近七成 习近平执政以后 对中国军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腐 上一次2014年 可以追溯到9年之前了 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徐才厚和郭伯雄是落马 并因腐败遭到了起诉 当时中国军队内部的一些人士 接受中国央媒采访的时候就透露 那个时候中国军队的腐败的情况 触目惊心 已经到了摧毁中国军队战斗力的一个程度了 包括徐才厚曾经就有大军区司令 向他行贿2000万 而且那个时候的军队入党提干都是有价码 从排级到失级行情不等 所以是乱到这个程度 从2014年再到眼下的2023年 火箭军的事情 战略支援部队的事情等等 那能够看到军队的腐败 他突出的问题也还是解决不了 对主官的监督 解决不了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主官的贪腐 或者比较高阶的将领的贪腐问题 也没有办法从根子上把它去除掉 顺道的再来看一看 吴国华火箭军前副司令员 他的女儿的最新的动态 吴国华先生本人7月初已经离世了 根据他过往的朋友同事的说法 他是在家中的三楼厕所中自杀 李氏身亡 吴国华的女儿在7月底 刊出了悼念她的父亲的文字之后 在社交平台上是消失了一段时间 民进追击其实也是有请中国大陆的媒体人 去联系吴国华的女儿 但是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是不愿意接受相关的采访 最新的在8月底 吴国华的女儿是刊出了一篇文章 谈的是数据安全 对中国对政府的重要性 看上去她是这一方面的专业人士 所写的文章非常的长 同时也是很细致 长文最后 吴国华的女儿还专门做了一个结语 就是说目前长文章 早已经不被自媒体网红快餐文化所接纳了 但是呢 每当我们去解读一篇政策或标准时 总有一种冲动 那就是认真一些 再认真一些 说透一些 再说透一些 把所有需要阐释的 读者关心的都讲清楚 他就表示 在我们看来 留有余力才是对事业的背叛 我们将永远不忘初心 这篇文章 它通篇是文字 没有吴国华的女儿出镜 但是文字所呈现出来的风格和过往的内容 是相匹配的 所以和大程度上就是吴国华女儿本人所写 透过这个文字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火箭军 或者说围绕着他的父亲吴国华 舆论场上的一些争议 比如说他涉及到了贪腐等等 看上去火箭军内部的调查也是结束了 给了吴国华女儿 给了吴国华妻子一个基本的交代 其实舆论场还是非常关心吴国华的女儿 七月底悼念他的父亲文章中 所特别强调的那个国贼究竟是谁 那现在来说呢 日子终归要过下去 他是不会再提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后 退出中共最高政治舞台的时任总理 李克强 是突然出现在了甘肃敦煌 这也是他在今年三月份两会之后 首次出现在公共视野之中 最早透过社交平台发布 李克强这一次敦煌型的机构 是一家共青团的组织 当然视频很快就被夹了 被删除掉了 尽管如此 视频还是传开了李克强的敦煌型 就此引发了巨大关注 第一个看点 八月三十一日中午下午北京时间 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就能够看到有一些网友 在发李克强去甘肃敦煌的照片和视频 而且有网友非常明确的指出 他这次行程的时间是北京时间八月三十日的下午三点钟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段视频 根据中国大陆网友分享的信息 是由甘肃清旅这家机构 在八月三十下午稍微晚一些的时候 在社交平台上公布出来的 但是公布没有多久就被夹了 被删除掉了 比较巧的 李克强普遍被认为是一位团派的官员 而甘肃清旅是共青团甘肃省委下面的直属单位 八月三十一日的下午 甘肃清旅在接受明镜追击 咨询室就表示 视频是他们发的 李克强应该是去了甘肃敦煌 这是工作人员的原话 听上去是比较谨慎 时间就是在八月三十日的下午 然后工作人员就表示 之所以视频被假被删除 他们理解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涉及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相关信息 李克强退出中共的最高政治舞台 发生在二十大 去年十月二十二日 也就是中共二十大闭幕会 当天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 是公布出来了 当时67岁的总理李克强 72岁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67岁的政协主席汪洋 和68岁的副总理韩正 都不在中央委员名单之中 这就意味着他们铁定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第二十届 中央政治局 自然也就不可能再担任常委了 另外一位普遍被认为是团派出身的副总理 胡春华 10月22日 他的名字是出现在了中央委员的名单之中 不过隔了一天 10月23日 二十届一中全会举行了 胡春华不但未如预测所谓的入常 甚至是没有进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之中 所以西方媒体普遍的说法就是团灭 灭团被习近平 紧接着2023年的三月份 两会之上 李克强作为总理 也是心里如意 交棒给了李强 李强正是成为了中国国务院的新总理 李克强随后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野之中 他的名字时不时会出现在中共一些重量级的 比如说官员学者追悼会 花篮上的晚联之中 第二个看点目前中国社交群组里讨论是比较多的 就是陪在李克强身边的这些人 能够比较清楚的看到 敦煌研究院的党委书记赵生良 是陪在李克强的身边 没有戴口罩的那一位 但是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 名气声望都很高的范景诗女士 是没有出现在陪同的人员之中 而2019年8月份 习近平去敦煌研究院做考察的时候 这两位都是出现在他的身边 甘肃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官员 目前来看也是没有出现在李克强的身边 可以做一个比较的 2022年1月份春节之前 李克强时任总理也是去甘肃进行了视察 当时甘肃官场的一众高层 包括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尹鸿 也是紧紧的跟在旁边 所以呢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已经是退休的前中国国家领导人了 李克强在舆论场上 包括中国大陆的舆论场 普遍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一位总理 当然李强会不会创一个记录 成为更弱势的总理 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西方媒体和香港媒体普遍提及 李克强是主动不干了 不再做常委了 比如说由总理转岗 人大委员长走李鹏的路线 是李克强自己提出 不做了 中国官媒也提到了 有一些主要的领导同志 是高峰亮节 李克强想必在其中 但是舆论场的声音还是认为 显然李克强是在压力之下 做出的这样的选择 关于李克强作为总理的弱势 例子例证是比较的多 很突出的一条 2022年5月25日下午 李克强是主持召开了 整个中国的全国 稳住经济打盘电视电话会议 保守估计参加会议的人数 是达到了10万人 在这一次会议之上 李克强就特别强调 当时中国经济的运行 是面临了严峻挑战 必须迎难而上 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给人总体的感觉 印象就是中国经济形势 紧张 紧 但是就在他的讲话 结束几个小时之后 中国一家副部级的央媒 中国经济日报社 是透过社交平台 推出了一则评论 全面辩证 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这篇文章 第二天5月26日 也是刊发在 中国经济日报的显著位置上 文章特别强调 需要将今年 当年2022年 1月份到2月份 稳步恢复向好的 国民经济运行 与3月份以来的情况 分开看 否则就可能 干扰我们 对经济运行 真实状况 变化趋势 机遇挑战的 判断把握 这篇文章 是引来了广泛的质疑 就是认为 会不会是在 针对中国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对经济形势 严峻复杂性 做强调的那一番讲话 参与全面辩证 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这篇文章 初稿写作的经济日报的 一位记者 当时是告诉 明镜追记 没有 绝对没有 针对总理的意思 但是稍晚之后 中国经济日报社的高层 在总编辑评报的时候 是指出 这篇文章的 推出的时间 是有考虑的 而且是得到了中宣部 相关部门 领导 以及新华社 等一些兄弟单位的 配合 指导 支持的 回头来看 李克强在2022年5月25日下午的那番讲话 当然内容很多 其中有这么一句 可以说是一语成称 当时李克强就表示 我多次在会上讲过 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 一旦运行滑出合理区间 要想再拉回来 不付出巨大代价 和更长时间 是很难做到的 眼下中国经济态势出现的一些情况 恐怕就印证了 李克强 那时的判断 第三点 现在热议很多的 就是目前中国经济不紧 消费者的信心 资本界的信心不足 包括习近平的威望 是受到了挑战和影响 习近平本人的身体到底怎么样 外界也多有质疑 种种背景之下 李克强的这一次现身 究竟是去示威 还是在帮着提气呢 有不同的说法 当然也有些声音指 他是去甘肃做串联去了 要施加更大的压力等等 当然这个说法 异想的成分是比较足 如果李克强一般的理解 他有这么大的志向 有这么大的能量 在中国二十大上 他也就不会被所谓的高峰谅节掉了 其实讲到 李克强和甘肃的关系 除了他去甘肃视察等等作为总理 那么他作为中国二十大的代表 其实他所在的团是甘肃团 李克强和敦煌的渊源或者说交集 还包括追溯到2018年1月31日 当时在中南海 李克强是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主题是把政府工作报告修改好 当时去到座谈会的现场的就包括范锦师 而且李克强在座谈会开场白上就表示 要高度重视敦煌石窟的保护 用最现代科技手段不惜砸重金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李克强现身敦煌出现在甘肃 似乎又没有那么突兀 另外一点就是中共啊 对于离退休的官员干部 他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比如说在2022年5月份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印发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 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其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么一句 离退休干部党员 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 要严守有关纪律规矩 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不得参与非法社会组织活动 不得利用原职权或职务 影响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利益等等 所以结合前面提到的一些案例 例子再结合李克强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两任他所呈现出来的性格特点来看 要说他敢于去突破 去妄议中共这样的条条框框的限制 确实是需要足够的想象力 当然人们总是习惯于 倾向于去做比较 8月30下午出现在敦煌的李克强 那很多游客在跟他打招呼 拍视频拍照片 喊着总理好 所以不知道最早也是由共青团系统的单位 所披露的发布出来的现场的视频 如果说果然传到中共最高层 比如说习近平特别是传到李强的耳朵之中 他们看到视频不知会作何感想 李克强事实上是在2023年7月1日 很巧的一个日子 是满了70岁 民进追击此前的报道也提及 在当天以及之后的几天 中国社交平台上其实有不少人 是透过发您现在看到的这样的照片的形式 写文章写帖子的形式 来对李克强表示怀念 表示尊敬 显然他们是在把李克强和李强再做比较 认为李克强的学识才华 他到地方视察时 所呈现出来的相对温和的态度 平易近人的作风 以及至少和李强相比 他没有把对习近平的中字 实时挂在嘴边 再加上李克强执政之初 他给人的感觉 包括他本人以及他的团队 是欣欣向荣的 是充满力量的 而眼下李强所处的态势就不妙 对于经济的不景气 看上去缺少办法 或者说推出的办法 太迟 力度又不够 说完李克强 接下去来看一看习近平 中国央视在8月31日夜间 新闻联播节目中就披露了消息 是当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召开了会议 审议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以及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2023至2027年 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是主持了会议 先看会议的内容 本身政治局会议依照过往的惯例 只是口头播报文字 稿件 而没有现场的照片和视频 所以是不是政治局委员都聚齐了 习近平本人的身体状态怎么样 目前也不得而知 根据央媒所透露的信息 目前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 首要的原则 包括干部选拔提拔 首要的原则应该是很清楚的 就像稿件 习近平所强调的 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主题 主线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 宁星 筑魂强击固本 要坚持把政治训练 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 教育引导干部 梳立正确的权力观 政绩观 事业观 提高干部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域力 政治执行力 等等 央媒所披露的会议的内容 比较的少 涉及到习近平所强调的主题 看上去 听上去是比较的虚 那么稍早之前 8月底 由中国央媒所披露的 蔡奇 在6月份 中国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那相关的表述就明确多了 8月底刚刚披露出来 比较核心的 可以快速的分享一下 蔡奇就提到 要树立鲜明的用人导向 什么导向呢 坚持以正确用人导向 引领干事创业导向 拔好选人用人观 注重选拔政治上绝对可靠 对党绝对忠诚的干部 坚决不用 政治上的两面人 蔡奇也是提到了 要提升干部素质能力 要坚持围绕 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 服务群众 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分类加强专业化培训 引导干部及时 填知识空白 补素质短板 强能力弱项 要把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 作为干部历练的重要内容 引导干部着力增强防风险 迎挑战 抗打压能力 如果把习近平和蔡奇的两个讲话 衔接起来看 关于中共的官员的素质 培训方面 其实整体的轮廓还是比较的清晰 第一点就是政治上的忠诚 那显然是摆在第一位 第二点就是因为 现在中国的国际形势也好 中国国内经济态势也罢 都不是那么乐观 所以中共的最高层 还是希望中国的 比如说往下走这些基层的官员 能够在基本的素养上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包括金融风险 包括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等等 透过三年的议控 透过最近的这一次 华北东北水灾 地方上官员的应对 其实能够看到 在社会治理方面 中共的官员 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素质水平 包括风貌 可以说难言满意 第二个来看看会议之外 其实现在最近一段时间 谈论比较多的 就是习近平的身体状态 到底怎么样 就8月31日 召开政治局会议而言 他此前8月26日 是去到了乌鲁木齐 所以简单的说 中间是休息了 27 28 29 30 休息了四天 可以做一个快速的 纵向的比较 往前走几年 2019年3月底 习近平在结束了 对欧洲三个国家的 国事访问之后 3月27日回到北京 在3月29日 是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所以中间是休息了一天 再往前走 2018年7月中旬 到7月底 习近平也是进行了 长达9天的出国访问 回到北京是7月29日 那么7月31日 他是主持召开了一次 政治局的会议 所以中间也是休息了一天 所以习近平这一次 结束外访回来 又去了新疆 他休息的时间呢 就显得是长一点了 此外在8月31日 西方媒体是披露了一个消息 指习近平啊 是有可能不会出席 下一周在印度举行的 G20 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这个消息一出来 又引发了猜测 就是习近平确实 是不是身体出了一些状态 因为他已经超过70岁 身体又偏胖 包括颈椎 看上去是有一些问题 这家西方媒体的报道啊 或者说信息员是做得很扎实 是四个人 两名印度官员 一名是驻中国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 以及一位替一个其20国家政府工作的官员 所以说是四个人 那么因为两个印度官员可以算作一个信息员 就是三个信息员 提到 预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代表习近平 代表中国出席9月9日至10日 在新德里举行的集团体峰会 但是这些信息员都表示 不清楚习近平不出席的原因 其中两名知情人还特别告诉西方媒体 他们是从中国官员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 在西方媒体披露这些消息 并引发了对习近平健康的猜测之后 中国的央视是在8月31日稍晚的时候 公布了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消息 这样的对比似乎可以理解成为习近平身体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就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休息 如果说李强果然代表习近平 代表中国去出席集团体的会议 那么很大程度上也是 印证了此前香港媒体的一个说法 就是习近平已经越来越多的 相对来说往幕后走一走 让前台他的非常顶级的政治同僚 政治精英团队去干更多的事情 中国的一位知名政治学者稍早之前 在接受民进追击咨询时就表示 他认为习近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中 稍微的往后退一退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因为一方面是眼下的态势和上一世纪五十年代 后期毛泽东的情况差不多 决策失误严重 脸面尽失 所以习近平是不能够再冲在前面 另外一点 他认为习近平是在学习毛泽东的 所谓的魅力型领袖的做法 就要深居简出 就要弄得神秘莫测 那就不能够天天露面 除了这位学者讲到的两个原因 也有必要再加上一个身体健康的因素 确实岁月不饶人 这是自然规律 所以看一看吧 接下去到底是李强 还是习近平去集团体的峰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